第八百六十五集 前方铁锁摇动的声音清晰可闻 让人发慎 像是来到了地狱中一样 一条黑色的河流无声无息 平静的流淌横短前路 如一条黑色的深渊一样 几乎要将人的心神与灵魂吞噬进去 它很平静 没有一点风浪 甚至没有一朵水花 可是却黑得让人心悸 久望之下神魂都要破碎了 真是太阴真水 平日间若是能得到一小葫芦水 就被修士视若珍宝了 可是这里却有一条河 几人都目瞪口呆 同时心中悚然 这个地方太怪于可怕了 到了此地 他们的神力被压制得更厉害了 断德的星河都无法飞行了 不能横渡过去 恐怕中猪的爵士皇主来到这里也不能飞行了 黑色的大河上方有一条铁锁 哗啦啦摇动漆黑如墨 闪烁点点森光连到对岸去 攀索渡河嘛 不能攀过去 你们看 这条铁锁上生物 几人仔细观看 皆浑身生寒 竟有不少尸体缠绕在铁锁上 眼睛开合露出绿油油的光芒 上古奇尸 他们已是后世闯进来的高手 并非太古前的人 死在了此地 细看可以察觉 这根铁锁大有讲究 名为安魂铁 是一种奇珍 天生吸引尸骸 可保尸体不符 也不知道过去多少年了 铁锁上缠绕了不下数十具尸体 每一个都很吓人 从他们的服饰来看 存在无尽久远的岁月了 都是决定人物 不然尸体不会通灵 几个人犯难了 怎么过去啊 忽然 一条白骨粥悠悠饭水而来 飘到了岸边 由数千颗雪白的头骨铸成 让人生畏 这一定都是神奇念搞出来的 不然 古前的神灵 绝不会弄这些害人之物 登船 我们有圣人游灯 外邪不侵 台阴珍水中即便有莫名生物 也不敢侵犯 五人 没有过多的犹豫 登上白骨船向对岸飘去 在这个过程中 断得手中的古灯流动出祥和光芒 将古船照得一片光明 它们刚登岸 河中就翻腾起巨大的浪花 露出一条背棋 一条如龙四胶的血色生物 沉入水底 可以生存在太阴珍水中 这只生物多半来头吓人 野凡与东方也都很吃惊 它们的肉身很强大 但是却不敢说 可以这样的出入 黑色的太阴珍水内 赶紧前进 我觉得那些皇主与妖主 还有神僧也快赶到了 一定要赶在他们前面 得到古金玉仙珍 他们虽然想加快速度 但是却走不快 因为压力越来越大 纵然祭出各种古堡护体 也如在泥沼中前行 他们觉得身体都快承受不住了 那种压力让他们骨头都要崩断了 是尸体的强盛奇迹 还是有一件击到圣兵镇压在此 到了 你们看 前方是一片仙地 他们来到了地脉的最深处 终于见到了所寻觅的仙藏之地 无尽仙气迎面扑来 让人要举霞飞升 前方 留霞易锐 那是一片广袤的天地 有上万条大龙盘旋 无尽光滑在缭绕 仙气迷蒙 那里有一座如巨大的金字塔一样的高台 当然并没有尖顶 最上面很平整 它完全由五色玉石铸成 这座高台能有万丈高 玉台一步一街 从哪里都可通向顶端 无尽仙气迷蒙 如同来到了仙界一样 坐有万丈高 可这里是地脉深处啊 定然又有空间法则傲义 万丈高的玉台 无比的宏伟 混沌汹涌 仙气弥漫 上万条大龙载盘扰 极其的壮阔 终于到了仙藏之地 你们看 上面有一口棺果 多半就是它藏有神灵 他们的神力被封得差不多了 但是神念还有灵觉还在 感受到了那种压迫 一口骨关横在万丈高的玉台上 几乎要压塌万古 我们如果能够打开骨关 将是万古以来第一个见到神灵的人 万丈高的玉台一街一街而上 龙月凤翔混沌环绕 尽管几人都知道那不是真实的 但还是心惊 真龙神皇非常的逼真 足有上万 为仙气化成 为五色玉台增添了一种神秘契机 若是凡人 纵然仰视也什么都见不到 毕竟五色玉台高达万丈 但是几人都神目如蝶 穿云破雾隐约可见 上方一口观过陈旧而古老 透发出无尽的沧桑 虽然尝不过遗掌 但却像承载了万古 装尽了岁月 什么沧海桑田 什么茫茫大地 什么无银星空 都不抵观过一角 他仿佛凝聚了古今未来 贯穿了上下百万年 到了此地 没有人能够安然度过了 机体将要崩裂 浑身剧痛 骨骼都在作响 在这五色玉台上 有无尽恐怖围压 如潮汐澎湃 浩荡天地间 让人的身体将要崩碎 古之大地的疾到复苏了吗 这是所有人的疑问 这种盖世围压 唯有在北域神城一战时出现过 任何修士都无法抗衡 这难道只是一具尸体发出的吗 他生前会有何等恐怖的威势 他们不得不悚然 此时来到五色玉台不远处 根本没有办法再前进一步了 任何古堡都无用 此时 每一个人的神力都被严重压制了 虽然还能施展出法力 但却不怎么顺畅了 到了现在 叶凡与东方也毫无疑问 最为适应环境 两人的肉身比圣主都强 神力虽然减弱 但是战力却未下降 一个古老的官国 很有可能早在太古前就存在了 世间有无神灵 将在今日揭开谜底 官国并未横尘万丈玉台上 而是在旗上的虚空中沉浮 悬在混沌与仙气中 如有生命一样 东方也说道 完了 我们只能止步于此了 根本无法再前进一步了 怎么办 万丈高台在前却没有办法接近 从上方浩荡下的企迹 让人难以承受 几乎要有形神俱灭之恶了 一群小杂鱼也走到这里 不知死活 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传来 背负双手而来 杂鱼 你说谁呢 东方爷舔了舔嘴唇 这是野蛮人要出手的仙兆 将手中的大棒子抬了起来 别冲动 这是一个大能 老瞎子阻止他 一群杂鱼 这个年轻男子轻蔑地扫尸过来 慢慢地夺步而止 带着一股破人的威压 叶凡他们觉得有些不妙 这是一个秉性不过关的大能 根本未将他们放在心上 想要清场 就在这时 另一个声音响起 一个中年男子步履艰难地 接近了此地 很显然 万丈玉台给了他极大的压力 叶凡心中大呼不妙 坏事了 萧家的人到了 正是半步大能萧志 几次想置他于此地 也这天 萧志来到此地 一眼就发现了叶凡 双目圆睁 一声大叫就要扑过来 就是他杀了明远 旁边 那个看起来很年轻的大能 神色断食沉了下来 俯视叶凡 你自己把自己刮了 还是说等我出手 叶凡一声冷横 什么也没有说 他步履清零 如折仙一样 轻飘飘地滑了出去 直奔万丈玉台 他在顶着强大的压力前行 瞬间来到了玉台进前 到了此地 神力被压制得更厉害了 很难驶出 叶小二 我看你还往哪里走 萧志阴侧侧地走来 如猫系老鼠一样 不紧不慢 逼致进前 萧云生 为萧太师的亲弟弟 看起来很年轻 但这并不是他的实际年龄 背负双手 魂不在意 夺步而来 俯视叶凡 自己跪下来吧 爷小狗 我看你这次如何不死 萧志阴森森地 一步就迈到进前 手中持八卦紫铜炉 用力地拍了下来 在这一刻 叶凡没有距异 而是露出一缕 鸡翘之色 他从容出手 左手捏爆山翼 向前打去